Hello,大家好 那之前我们已经学习了UITable的一些复杂的应用 那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去编辑我们的UITable的单元格 OK,还是打开我们的数据导图,我们来看一下 在UITable编辑的时候 其实我们想象一下这个编辑是不是会有一些事件来触发,对不对 那么这些事件触发到了之后呢 然后就会呈现一个编辑的这个状态 那么我们想跟这种事件触发相关的 在我们这种数据员的组件里面主要是去看谁 是不是就去看我们的什么Data Source和Delegate相关的这样一些协议的实现,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在那里面是可以找到我们的需求的 找到怎样去做 当然我把它做了一个总结 把它做了一个总结 就怎么样来进行单元格的这样一个修改呢 其实靠了几个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先这样子把这个总结放到最后 我们先来当作是一个小白 我们就接着上一堂的课程 我们来试一下 大家跟着我的思路来走 好,我们打开上一个课程的这个代码 那上一个课程的话 我们曾经实现过什么呢 实现过索引的这样一个分区的数据列表 对不对 好,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干嘛呢 需要实现编辑它的一个编辑功能 那么这个编辑功能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我们相关的协议里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些地方 对吧 我希望说 我希望说能不能在这个上面让我能够编辑比较滑动一下 就可以删除一下成都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相关的地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接口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看没有 其实它的这个帮助是写得非常好的 就是这个代码是写得非常好的 它实际上会通过注释来把它进行个分区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不是就是跟编辑相关的一个区 这就是跟编辑相关的一个区 而这里就会有一个叫什么 Can edit row at index pass 那从解释上面来看 它是告诉我们去设置哪些行是可以被编辑的 这个我们就知道了 对吧 还有移动相关的呢 就是移动的 你看它有一个can move row 就是把editor改成move 对吧 好,这个就是我们datasource里面跟编辑相关的 就是一个叫can edit row at index pass 我先把它敲一下吧 我把它记录一下 我们先不管下面这一块 can edit row at index pass 好,这是我们找到的第一个 我们先继续找 我们再来看一下delegate里面有没有相关的呢 打开这里 我们也找通过这个来判断它是不同的区域 对不对 那我们就找跟编辑相关的区域 看看有没有相关的 哦,这有 下面有这样几个 一个是editing style for row at index pass 那从介绍意思的这个角度来说是什么呢 它让我们去返回我们的编辑的样式 编辑的行样式 那么这个编辑的行样式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样式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看原来就是delete和insert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 我就猜想 就说在我们的tableview的这个编辑 它是不是有两种样式 也就是两种编辑方式 一种是叫插入 一种是叫删除 我们来把这个记录一下 大家可以看 跟着我的思路走 这就是你们的一个学习方法 好,我把这个再给它放过来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猜想 有delete和insert两种样式 OK 好,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走 我们会看下面的 这有一个title for delete confirmation button 这个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删除确认按钮的title 我们可以去重写 删除确认按钮的那个文本显示 对不对 好 我再把它也放过来 这是什么呢 删除确认按钮的文本显示 OK 然后呢 在下面还有一个 叫edit actions for all 就是在我们删除的时候 有什么样一些动作 会用到它 然后 而且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8.0之后的一个新的 对吧 那如果是老的 我们是不是就不应该去用它 对不对 这是8.0之后的 好 我们就先不管它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看看 还有什么 edit样式 看看还有别的没有 就是完整的 就是完整的去 进行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删除的执行操作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再找一下 跟edit相关的 我搜一下 好 我们在这儿 好像似乎 好像似乎 找到又找到一个 看到没有 这儿有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什么呢 去设置我们的一个编辑状态 设置我们的一个编辑状态 我把它记录下来 设置我们的编辑状态 设置编辑状态 好 然后我们再找一下 看看还有别的没有 我们再 再看看 datasource里面有什么遗漏 大家可以看 在datasource里面还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个这个 叫什么 提交我们的编辑样式 这个就是我们最后的 这样一个完成 当然在这个 我要说一下 关于这个 是我们比较老的一种方式 在我们iOS 8里面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采用 我们刚刚在delicate所看到的 是不是有一个edit action 在iOS 8里面 我们刚才是不是已经有一个edit action 我们实际上就已经 我看看edit 这个是edit style title for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的 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了 当然这里我先不去讲 我还是先讲一下兼容性的这些方法 好我们把这个也放进来 提交编辑样式 OK 好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找到了 原来这五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 他他他他他他 OK好那下面我们就来尝试写 基于上面这个我们的这个项目 我们来做一个扩展 怎么样来扩展呢 我们首先在这个上面放一个tubebar 然后在右上角放一个编辑的按钮 点击编辑下面我们的这个type view 就给它设置成一个编辑的状态 然后在编辑状态的时候 我们来实现这个删除的这个功能 来实现这个删除功能 那我们从思路上怎么样来做呢 我先点击按钮 然后去设置我们当前的table view 进入到editing的这个状态 那当然会通过这个方法叫set editing 对吧 然后呢进入编辑状态之后 我们就要返回到底是插入还是删除 现在我们不管插入 我们就直接返回一个删除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要用到谁呢 就用到editing的style for row at index pass 然后那么返回删除了之后 我们当然就可以去删除了 但是删除点了删除按钮的时候 点删除按钮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去执行具体的删除方法 对不对 我们就要去实现这个commit editing style 那当然在删除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去重写一下 删除确认的那个title 对吧 好 我们来实现一下 那首先我们来完成布局工作 这是我们的当前的table view 我现在要在上面去插一个tuba 我去插入一个tuba 工具条 这个工具条呢 我给它设上它的这样一个约束 上左右下 我们不用去管它 OK 那当然为了让这个工具条 不跟我们的状态栏重合 所以我可以把它的约束 稍微下挪20 给它挪20 OK 好 然后我们把它跟工具条放在一块 把我们的这个table view跟它放在一块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table view之前 它的上面不是有一个这个约束吗 我们就把它删了 我们把它的上的约束 top给它删掉 重新给它建一个 让它跟我们的工具条保持一个固定的距离 就可以了 OK 好这样就实现了 然后我们在这儿 把这个editor给它设置 按钮给它设置一个名字 给它设置一下名字 然后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再放把它挤到右边来 怎么把它挤到右边来 这个我们是不是教过的 对吧 用我们的flexible 这样是不是就被挤到右边来了 对吧 好 这样子我们就实现了 运行一下 看一下初步的样式 大家看 是不是基本上就完成了 我们想要的这个样子 对不对 当然你横屏也没有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这种方式 它是可以支持各种屏幕的适配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editor这个按钮 好 下面我要做的是什么 点击它 对不对 点击它去设置当前的table view 可以被编辑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去实现它的这个事件 OK 点击它 好 我确定是点中了它的 确定点中它的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 然后选择这个事件 editor button click OK 这个事件函数我们就搞定了 然后下面我们来写一下这个代码 那我们当然就是设置 设置编辑状态 那我们当前就用type of view 1.set editing 对吧 然后第一个参数就是是否编辑状态 第二个是是否要动画效果 那我这里呢 我当然可以设置设置成处 对不对 但是设置成处会有一些小问题 什么什么问题呢 我举个例子啊 这样吧 我还是先带大家去看一下 你才知道 我就先给它设置成处 然后这边也设置成处 再改一下 OK 好 这个编辑状态我们就OK了 然后但是我们有一点小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先运行一下 点一下 大家看是不是就已经出现这个编辑状态了 这就可以去删除了对不对 默认的就是这个删除 那么现在的问题在哪呢 实际上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希望说再点它一下 然后它能够退出编辑状态 而再点它的时候这个应该是完成的这样一个文字 也就是说它的文字也应该改变对不对 你看我们常常在用这个商业程序的时候 它都是这样子的 点一下进入编辑 再点一下就退出编辑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里就要做一个修改 我们来得到一下当前的它的一个编辑状态 叫Editing 返回的是一个布尔治 当然如果它当前不是编辑状态 我让它进入编辑状态 所以我们取反对不对 如果它是编辑状态 我就让它不是编辑状态 OK 这样才对对吧 好 然后我们再判断一下 如果当前的 Editing为真 也就是说当前是编辑状态的时候 我希望它的这个文本是不是给我改变一下 我希望这个文本改变一下 对吧 那么我们 对这个应该稍微改一下 这应该是UI8ButtonAtom这个对象 那么我就让Sender.title等于当 如果它当前是编辑状态 让它为当 否则的话让它为editor 好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是否这样的效果 这一句话就代表了 可以让它进入和退出编辑状态 点一下editor 再点一下当 看到没有 文字也在发生改变 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嘛 好这就完成了我们非常关键的第一步啊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完成了我们非常关键的这一步 好第二步就是我们进入编辑状态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返回 它到底是删除还是插入 当然默认情况下 它返回就删除 但是为了带着大家实现方便 我们还是在这里把这两个函数都去用一下 一个是允许它编辑 叫caneditor 一个叫editingstyle OK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legate里面的一些方法 一个叫什么呢 caneditor c开头的 caneditor 那么这个地方它就会告诉我们 你看我们就可以去告诉它 到底允许哪些行 如果你直接返回处 就表示所有行都可以编辑 否则的话 比方说我可以让它只有第一行 第三行或者单行编辑 其他行不允许编辑 对不对 但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先不管它允许所有行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editor的 editor style 这里也要说一下实际上这个地方就是返回什么呢 返回它的编辑样式对不对 我们可以返回删除 当然我们也可以返回插入 插入的样式是不一样的 后面我会给大家演练 现在我们就直接返回删除 你也可以单行返回删除 双行返回插入 是不是很绕口啊 对吧 OK我们直接返回吧 view sale editing style delete delete OK 那我这里说一下 你一旦实现了这个方法 实际上这个方法默认的就是已经被实现了 written true 我在哪看到的呢 我当时是在刚刚那个原代码的那个注释里面看到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善于去观察 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删掉也是没有没有关系的啊 好 然后这一步我们也实现了 实现了之后呢 我们重写一下确认删除的title 对吧 这个很简单 你看我们在 我们在删除的时候 我点个删除 这会有一个delete的这个确认按钮 对不对 我把它重写一下 给它改成确认删除 我们再来tableview的重写 那么就是title for editing title for delete confirm 然后返回这四个字符串 这个很简单 对吧 确认删除 OK 好 这步我们也实现了 最后是不是 我们想象一下 最后是不是就差点击这个delete发生的事件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实现它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commit 提交编辑 我们找一下跟commit相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 OK 这儿 commit editing style OK 这不就是最后要实现 当然这个没有什么可以要返回的 我们无非就是在这里去删除 删除 删除来自于两方面 第一 删除数组元素 对吧 第二是什么 删除tableview的单元格 我们要删除这两项 对不对 大家想象一下 好 我们先来删除数组元素 那在这儿有一个index path 对不对 那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它来去定位 我们根据这个数组 对吧 我们来找一找我们的数组 数组都被讲下面去了 数组是不是在这儿 对不对 然后 比方说我现在要删除这里头的某一行 立江 我是不是要先定位到它的整个的这个数组 是谁 对吧 好 那我们先来这样子 我们先做一个定位 Province name 等于Province 当前的是index path.section OK 这个就是得到了 你当前是属于四川还是广源 还是什么的 然后呢 我们就是不是就可以set is 给它一个Province 这样一个返回的是一个我们的Stream的数组 对不对 既然是数组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remove操作了 然后index.index.pass.ru 好 这个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数据的删除工作 然后接下来就删除我们的单元格了 view.delete 这有个delete row at index.pass 那么第一个参数是index.pass的一个数组对象 那我们这就有一个index.pass 我们直接把它包进去就行了 用数组的方式 第二个是是否要 你删除的动画效果是什么样子 这就有一个这样一个 每一句 UITable ViewRowAnimation ViewRowAnimation 少写一个 你看这个动画就有什么呢 从上面进下面删 从左边删右边删 还有进入这些出 我们用fade就好了 好 那么就完成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OK 编辑 然后我删除一下成都 你看是不是重写了 再叫确认删除 我点一下 成都是不是就没了 同样的我再删一下下面的 我跨区域删 可不可以呢 试一下 删大理 也可以 对不对 这不就实现了我们的删除的效果 而且不光如此 我们还可以手滑 用手来滑动 就在这个界面 我们滑动进入删除 往左滑 看到没有 还可以再往右滑 是不是都是可以的 滑动 删除 OK 这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删除 好 那这几课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我这几个步骤 给总结一下 那下一课我会再跟大家去聊一下插入